大家好, 香港的十二月, 天朗氣清, 風光明媚 會不會因為天氣這麼好, 所以令香港人特別長壽呢? 我想你想多了 你試試夏天來這裡, 穿西裝, 汗流甲背 那時候真的沒有冷氣機的話, 我想有一半人走路都不行 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城市化的比率高, 醫療又不錯, 大家都有錢 更重要是, 是否我們吃得好東西多, 所以令人長壽呢? 統計上應該是因為這個原因 沒錯, 就是這個BB 香港人的預期壽命之所以長, 統計上 主要是因為香港人的嬰兒出生腰節率超低 2018年排名全世界第九 嬰兒腰節率低是什麼意思呢? 平均每一千個嬰兒只有2.7個是過不了第一個生日 這個比率全世界排第九 腰節率比英美、澳家、瑞士、德國、法國都還要低 在亞洲只有日本和新加坡, 比我們好 輪近的台灣和中國是4.3和12 因為預期壽命是一個中位數 如果一百個人之中, 有頭幾個人一早已經不在 第五十個死亡個案就會比較早出現 而香港人就勝在小朋友的命大 所以香港人的預期壽命, 男的去到82歲 女的去到87點幾歲 腰節率低對預期壽命的數字影響很大 即是記得我們父母那輩, 五六個兄弟子母之中 總有一兩個樣子不大 所以如果只是計五歲小朋友的預期壽命 香港的優勢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當然預期壽命數字是很多社會因素導致的 這裡不詳細說 我想說的就是, 預期壽命數字是中位數 即是說, 如果我們的退休或者保險策劃 用一個中位數去決定的話 有一半機會是夠用的 一半機會是不夠用的 記得早兩集說過這個Hardless Table 如果你忘記了, 可以在下面這個連結 Hardless Table就是哈雷瑞星的科學家 去墳場做研究 之後說出來, 發覺人的平均預期壽命 不同年數有不同的死亡率 可以看到1693年的時候 一千個英國小朋友 其中有145個過不了第一個生日 145就是當時的嬰兒腰節率 這個嬰兒腰節率是非常之高的 你想想, 香港是2.7 有多高呢? 如果放到今天, 整個聯合國的嬰兒腰節率 最高的阿富汗是110 而1693年是145 英國, 記得嗎? 上次我們說的維多利亞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 當然有個維多利亞女皇 女皇陛下就厲害了 他就1819年出生, 18歲就登基做皇帝 做了63年皇帝, 1903年才嫁崩 比他在位時間更長, 年紀更長的英國君主 只有一個, 現在的士頭皇, 伊利沙伯二世 但伊利沙伯二世現在才九十幾歲 你看回我們這個Harlis Table 怎樣形容我們的維多利亞女皇 大家看到, 原來80歲高齡的英國人 在古時只有百分之二 這裡看到二十, 在一千個裡面的二十 如果放在今天的統計裡面 頭2%的存活率 我想伊利沙伯女皇二世 即是當今正常 需要多做幾年 就可以比得上他阿嬤 上次我們用另一個網站分析 找回下面那個網址 你會看到的 用那個網站分析 我一屆草紋都有九十四歲命 這是中位數 即是一半機會可以去到九十四歲 一半機會是大於九十四歲 而且破一百歲大關都有一成那麼多 老實說, 大大增加了我買年金慾望 現在我們找回網上工具看看 如果我們的預期壽命 更新之後 對我們的財務策劃有什麼影響 一找吧 我先找這個 我先找這個 按開始 我們去到最拉尾的版本很快 然後就可以一次過把所有參數更改 例如年稅就找這個人 就當你五十一歲 六十五歲退休 衛生署說我們八十二歲就死了 即是我 換句話說 我需要的退休後的收入 是維持十七年的 而每月的開支 我想現在萬一元不行了 萬一元不夠吃了 大家的強積金 其實都應該累積了一段時間 就不少了 大家看看 而強積金每月的供款 大概差不多 投資回報率很難說 不過通算率 我們用平均數大概是三 算出來的數 如果我們用一個八十二歲的預期壽命 即是說我退休之後有十七年需要用錢的話 普普通通萬多元一個月的收入的話 都可以搞得好 因為只需要另外再儲多五千八百元搞得好 這個就是用八十二歲預期壽命 計出來的退休策劃 但是我們知道 八十二歲之後 有排活了 要多久呢 很簡單 我們看看 用回九十四歲 是平均我的預期壽命 即是說有一半機會是要老過九十四歲 我先用九十四歲 九十四歲 即是說我要二... 二十九年 需要儲蓄的錢是一萬五千九百多 大幅上升了 由五千多變成一萬五千多 但記住 這個有一半機會是不夠錢花的 你可以接受一個策劃 是有一半機會失敗嗎 一半機會失敗的策劃 就不是策劃 簡直是一個陷阱 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實際的 即是我們預期壽命的上限 有九成機會都夠用的話 我們應該差不多計到一百歲 計出來 是一萬九千多 差不多兩萬元 兩萬元就儲一個月 大概二十四萬一年 那你就當買股票 你一年買二十多萬股票 就不是很過份 對吧 因為這個多出來的錢 和五千多元比 是有一段距離的 多了十幾萬 究竟我為什麼要給這十幾萬出來呢 無端端 我要給你多一個理由 我們現在看一下 人壽保險策劃 現在就開始 同樣是一個當你一家四口的家庭 五十一歲 太太四十五歲 好嗎 兩個小朋友 現有投資你當你一百萬 現有人壽保險 都是當你一百十萬 樓宇按揭 你有沒有人一百二十萬 去到這個階段 樓又貴了 五十歲左右 我相信你的樓宇按揭 剩下兩百萬左右 我想 現在父母雙親加起來 一年不用知道九萬六 即八千元 兩個?這麼厲害? 不行 十六萬 但是衛生署說 雙親如果他八十歲 我舉個例 這個是八十歲的案子 只有七年命 配偶起碼都養到他退休 大概十五年左右 我又不相信十二萬可以養到一個人 按照用三個百分比的通脹率 計算出來 我人壽保險的需要 其實都不是很多 只需要多買五百萬港幣就夠了 但是記住 這裡有個變數 就是父母的年稅 衛生署告訴我們 父母的出生時預期壽命是87歲 但我們不應該用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只是出生時的預期壽命 你的雙親如果已經八十歲 他的預期壽命在今天 肯定超過八十二或者八十七歲 我們應該用實際的那個 下次用回下面那個網頁 跟他計算他的預期壽命大概多少 通常都過九十 你當是九十三吧 即是說 有十三年 你的保險需要是六百二十萬 如果你之前只是買了十萬美金 即是大約八十萬左右保險的話 你要再買多六百萬港幣的保險 我給大家多一個理由 為何要做這樣的策劃呢 第一 很明顯我們用錯了預期壽命數字 是低估了我們的退休策劃所需要的錢 第二 用錯預期壽命數字 同時間低估了我們的人壽保險數字 即是說我們需要買多些人壽保險去補足 人壽保險的策劃就是 萬一我不在這的時候 我的錢是足夠給我的家人 老婆子女過活 去到譬如老婆就退休 子女已經讀完書了 都要十幾年時間 父母起碼養到他過世 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實際的 他們的預期壽命數字 因此人壽保險如果不夠 就買多些 買多些人壽保險又要錢 退休策劃又要錢 何先生哪裏賺這麼多錢 所以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做多些分紅人壽是很重要的 分紅人壽的意思是有事的時候就賠錢 那五百萬左右的保額 在一個五十歲的人來說 每年都要十幾萬 買了這個分紅人壽之後 十幾年內有事當然要賠錢 那就補足了你人壽保險需要 十幾年後都沒事的話 其實有四分三機會 他累積的分紅 就可以被補足做你的退休金 所以現時你已經有的退休金 不需要一定用到一百歲 起碼用到八十幾歲就足夠 因為八十幾歲之後 你可以用新的分紅人壽保險 裡面的現金價值 那就足夠你退休用 一舉兩得 就是這樣 分紅人壽對於財務策劃 無論是保險還是退休 都有雙重的意義 兩個問題用一個產品去解決 當然好 這些就是策劃的好處 因為人的問題太多了 十個問題用十個方法去策劃 那就搞不定了 這次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財務策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跟我討論一下 歡迎你Inbox我在下面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